HELLO 大家好,我是Elly 今天趁天氣好,就和大家一起來到HELLO ON THE HUGE 看看我們HELLO的生活 今天我們有個特別嘉賓,很熟悉這一頭的 就是我們鼎鼎大名的White Sir Hello,大家好,Hello,Elly,你好 小弟就是住這一頭的,因為很熟悉這一區 所以就帶Elly出來看看,逛街,吃東西和介紹一下 Elly,這家學校跟大家說一下 這家學校大家應該都會聽過的 它就叫做HELLO工學 基本上跟Edan工學齊名,兩個都是這裡頂尖的貴族學校 沒錯,而且我知道這一區的學生很有紀律 因為我聽Elly說的傳統貴族學校,傳統教育 他們穿的校服,穿着袍子,戴着帽子 沒有見到老師,勾工 有時候我駕車經過見到他們,很有禮貌,效果很好 還有這裡讀書,很多權貴之後,又出過不少手上名人 其實這裡HELLO那張草帽就出名了 很多不同的皇親國戚都希望子女可以帶著那張帽子上學 不過HELLO區就不只是HELLO工學一間學校 但是他就真的最出名了 這裡就是校武處,買什麼校服、紀念品等 Elly,看看這裡 對,大家來看看 其實你不是一個讀書,你過到HELLO School 可能你都想買一些goody,睡褲回去穿一下 所以人都馬上學術,氣息了 來到HELLO School 那麼漂亮的地方,我們走了那麼久 不如我們先去找個地方吃東西吧 好,跟我來,我都餓了 來到這家Cafe 不是傳統英國的Cafe 不像大排檔式的東西 就是納納納納納吃英式早餐 Elly,英式早餐想到什麼 其實英式早餐應該是蛋、蘑菇、腸 這裡當然也有 不過它還有很多不同的選擇 例如你的Egg Royal 或者它最棒的就是有很多Vegan的選擇 現在帶大家看看舊的HIGH STREET 這裡可能比較悶 看了這個HIGH STREET 真的幾間店舖,幾間Cafe 在這裡住的話 可能你會想到生活所需 購物、看電影、娛樂等等 應該在哪裡呢? 其實這裏HIGH STREET HIGH STREET 下到地鐵站 其實5分鐘 我們現在差不多就到 我們有一個很大很大的Cafe 裡面就應有盡有了 還有一間 我是倫敦去吃的 中國餐廳 餵水果是哪間? 當然啦 黃潮 我經常去的 我好聰明啊 你都沒有說就知道 這裡都有 香港的朋友仔 吃了一中兩件 這裡絕對融入到生活了 買也可以,又吃個中餐 下午我們就去黃潮集團 其中一個名的 在Colondale的Food Court 那裡吃飯吧 好啊 多謝Elly請吃飯 你從HIGH STREET 地鐵站 去到Baker Street 即是倫敦 Paro Council 都放了很多錢 在這個城市規劃那裡 你看它的設施都很完善 例如掛單車 電單車那些 還有街道都很乾淨 只是短短5分鐘之遙 大家就去到 Paro on the Hill 的HIGH STREET TOWN CENTER 沒錯 換言一聲的感覺 上面冷冷清清 很優靜 這裡富貴繁華 春光似可以盛世如花 就是這種感覺 大家人類人我 這裡主要的店鋪 有銀行 大家熟悉的Mark & Spencers 走過那裡 有商場 油局 買衣服 吃東西 地鐵站在這裡 所以其實我覺得 兩者來說 這裡都挺好的平衡 即是會有一些山 會有很綠化的地方 但如果你生活所需方面 亦都是非常 很完善地去滿足 正所謂動靜佳儀 就是這個地方 那我們不如在這裡走一下 我們現在正在離開HIGH ROW ON THE HILL 的市中心 就會去到 在7分鐘以外 一個 是由英國一個很大的開發商 BARRAD 他們一個大型的小區 叫做Eastland Village 看看 接著 我們就會去到 下一個 area 就叫做Barnet Barnet那個 除了後區 還有紫安 那裡是倫敦43個BARRAD 其中 頭五位好紫安的地方 BARRAD 他有三十多間 outstanding的學校 亦都有私校 在倫敦 你如果看回 一個權威的評分機構 upstack 其實有很多 他寫outstanding 已經都很高質素 其實英國教育 本身很好 不論是good outstanding 都好 不是lead improvement 都差不多 可以看韋Sir 雖然 整身紋身 醜醜醜 其實很多名後出世 對比一下 比如說 現在我們的HIGH ROW ON THE HILL 上山上的景致 跟你在Town Center的景致 會完全不同 如果你喜歡熱鬧 就在Town Center附近住 如果你喜歡英式的生活 可能可以考慮HIGH ROW ON THE HILL 而Conningdale 就會更加接近市中心 去到市中心 又是20分鐘左右 但最棒的地方 就是有很多 中國 亞洲的食物 那裡有和潮集團 他們經營的FOOD QUART 那裡除了中式食之外 還有日式 韓式 泰式 印度式 應有進入亞洲食物 你看看這裡 很多是發展商 剛才Elly就說 Elly走路肚餓了 平時來開西北倫敦 在哪裡吃東西 去開西北倫敦 一定 一定要來這裏 Banban Oriental 這裏真的是我最最最最最愛的地方 每一次離開這裏 我一定會來吃東西 當然 因為剛才說的 王朝集團 就是英國所一所二的飲食集團 他們是香港人管理的 他們管理這個 Banban Oriental 有很多不同的食物 包括有越南食 日本食 泰國 香港人最重要的點心 這裏都有 除了FOOD QUART 下面還有一間酒樓 可以吃火鍋 有雞煲 當然可以吃點心 坦白說 香港人的角度 看來可能沒什麼特別 但對於我們這些 沒什麼好吃的倫敦人 甚至在倫敦外交的小朋友 讀書那些 其實這裏真的是天堂 我有一些親戚在倫敦外交的讀書 過到來一天喝兩杯珍珠奶茶 真是很需要來這裏 是叫做為為那個雙思之父 沒錯 有很多朋友 不只是在倫敦或倫敦外圍 是在外面城市 我老吉Pozo 特意駕駛兩個小時 車上來吃東西 因為夠集中 什麼都有 我是Elly 講了這麼久 我肚子又扁了 口嘴都流了 其實我也是 不如 這裏就是龍鳳巷 Elly 你是否平時說 煮飯仔在這裏買菜 是啊 因為這裏的好處就是 你不用出唐街 這裏就已經有一些新鮮的 魚啊 肉啊 那些食物 來到英國擔心沒有蔬菜 就不用擔心 這裏呢 大部分的蔬菜都有的 中國種類 雖然沒有香港或中國那麼多 但都比以前我年輕的時候多 新鮮呢 我覺得新鮮就不一定是游泳的 因為這些新鮮真的很好吃 麵包買 對 你說得對 新鮮肉 如果你要買這些 珠米的豬肝 你在英國那些 超市就難一點 上淡參當 hardships 快速開始就中秋了 各位imes 這一區 算是一個新發展的地方 所以很多新床其實很新年 因為這邊空氣會清新,路也會更闊 而且你會看到很多綠色的樹木 種植了很多不同的植物 很多市中心上班的朋友都希望租這裏 因為這裏的租金會比市中心平 而最重要這裏有一個community 以我所知有很多朋友在賣來投資 因為這裏附近有幾間大學 但這裏附近的大學和很多大學的accumitation都在這裏附近 所以同學很多都會住在這裏 買來租給學生 在這裏走去colondale的地鐵站都是幾分鐘 小區裏面五藏俱全 無論餐廳、caf、洗衣店、salon等等都是完全齊備 我們現在身處在倫敦另一間非常著名的Mill Hill School 這間學校都很特別 因為他在倫敦市內 松敷唯一一間寄宿學校 十三到十八歲的小朋友可以入讀 這裏是男女校 這裏的運動、音樂、學術都是非常著名的 除了這個bonale school 還有day school 真的不一定住在這裏 而且這裏是倫敦唯一一間 有一個哥爾夫球學院 是英國國家註冊認可的教練來教的 學術、音樂、運動又有哥爾夫球 這麼好 入大學比率會怎樣呢 入大學當然就非常之好 總共的比率可以入到英國最頂尖的二十間大學 是極高的 譬如牛津、劍橋、UCR、Imperial等等 除了這個根學這麼好的教育之外 這個環境非常之好 治安亦都非常之好 環境優美、清香 沒有像colondale 市區那麼煩囂的 但不會太差 因為距離colondale只是15分鐘左右 是的 很多在這裏讀書的家人 其實住在Milhill或colondale 因為始終那邊生活上會比較方便 交通等等 但過來這邊讀書就很方便 除了Milhill School那麼出名之外 它亦都有三十多間 Outstanding State School 所以如果大家想讀公立學校的話 其實也有很多選擇 Elle 多謝你 今天帶我去這麼多地方 喝飲食吃吧 多謝你真得慧Sir 這個視頻 希望可以令到大家 對於西北倫敦幾個既好住 又有很多好學校的地區 會了解更多 是的 希望這條影片幫到大家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分享和Like我們的頻道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